嗨,大家好,我是新疆的火凤凰 今天早晨发现这个墨兰就是长了一圈的那个墨兰 中心叶出现问题了 我就把它剪下来了 中心叶子也有问题了 看我把这个外面这个剥开了之后 你看它这儿 这就是明显的积水引起来的 看,如果慢慢扩散到底下的话 它就心子就烂了,你一拔就出来了 现在这个还没有拔出来,还拔不出来 说明病菌还没有到底下去 这个药怎么办呢,只有剪掉了 太可惜了,都长这么大了,长口了,腐了 可不可惜 唯一的办法就是剪掉了现在 就把它剪了吧 剪下来看,一层一层的咱们把它剪抛一下 腐叶腐叶是怎么回事呢 看,这个 就是因为浇水的时候进去水了 或者烹药的时候 中心叶进水了 我没有及时搞干净 这中心叶就是个这么样的结果 一连浮了两秒 长得多好 这么大两个胖牙子 可惜了 这个感染程度要比这个要厉害一些 你看这个剪完了之后,它还是绿的 这个剪完了之后就已经变颜色了 现在我们给它处理一下 不想翻盆了 翻盆的话它又要浮盆,麻烦得很 剪完了之后,在伤口上涂抹一些脱卷磷或者是戴森猛心 我是撒了点戴森猛心 因为这个发现的早貌 把它剪掉了之后伤口还是绿的 所以先抹一点 涂完这个药之后 两三天之内不要给它喷水 喷面不要补水 也不要浇水 以免把这个伤口弄上水了之后 它又开始腐烂 那么我认真的想了一下 为什么会发生筋腐病呢 夜行腐烂也叫筋腐病 那天我喷完药之后 晚上给通风了两个小时 然后第二天早晨我喷完清水之后 通风最多半个小时左右 我就去上班了 然后那天刚好是我值班 又遇上连续四天 这里发生浮沉天气 我就没开窗户 这个筋腐病发生的主要原因 还是通风不良造成的 现在想想都是因为自己 医师疏忽大业 造成了这么好的一盆花 发生了筋腐 如果那天早晨我喷完清水之后 我开着电风扇去上班 让电风扇吹上一天又能合访呢 又能浪费多少电呢 但是现在为时已晚 所以进入五月中旬以后 六月份天气会更加热 无论是在浇水 施肥还是喷药 大家都要做好通风 通风是养蓝的一个灵魂环节 千万千万不能疏忽大意 幸亏发现得早 如果发现得晚的话 整个楼头都发生软腐了 那个时候整盆兰花都会爆消掉 所以呢 大家在平时的养褲过程中 要仔细观察你的兰花 发生异常情况 随时随地进行处理 不要耽搁了 蓝友们在看了我这个失败的养蓝爱好者的失败案例之后 千万不要取笑我 因为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和进步当中 大家看了我这个视频之后 一定要举一反三 引以为戒 做好兰花的通风工作 把兰花养得更好 祝大家养蓝愉快 心情愉快 这一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喜欢我视频的请给我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再见